想成为特工就要学会献出身体 你敢相信这句话是特工学院的教导员说的吗 看似一本正经的老太太 竟然让女人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脱下衣服满足男人 更过分的是 在女人洗澡时 男特工闯入澡堂想要强暴 遭到反击后面部受伤 可特工学院的领导却把女人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 声称他差点杀死一个学院的好苗子 这种区别对待 换做是正常人肯定甩手走人了 但对于多米尼克来讲 他有着自己说不出的苦衷与无奈 几个月前他本是俄罗斯剧院的首席演员 别看表面上受到万人敬仰 但实际上他不仅要承受各种高官的调戏 还面临着身边那些嫉妒他的小人 在一次盛大的演出中 多米尼克优美的舞蹈和精湛的技术令众人折服 可本应完美结束的他却被男舞伴踩断了小腿 由于腿部发生严重变形 就算及时送医就诊也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剧院为了挣钱 并没有等他伤愈付出 而是派了另一个女人代替了他的位置 这天回到家的多米尼克看到叔叔前来拜访 母亲患有严重的疾病需要很多钱治疗 可已经失去首席位置的他不再受到剧院重视 不仅没有了高额的工资支付医疗费 就连剧院分配的房子可能也要收回 叔叔同情这可怜的母女 于是拿出了一份录音 原来断腿的背后其实是一场阴谋 男舞伴和后来上位的女人是一对小情人 女人觉得多米尼克总是能受到各方的宠爱心生妒忌 于是便让男友在演出中故意将他的腿踩射 保全他上位 得知真相的多米尼克怒火中烧地来到剧院 看着眼前卑鄙无耻的两个贱人 他已经下定决心将其铲除 他一路跟踪男人来到女澡堂 趁着他们恩恩爱爱的时候 用拐杖送了他们一份特别的祝福 虽然是意识冲动 但多米尼克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叔叔是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 于是他便前来求助 但他并不知道的是 而这个人又是国家的肃清目标 叔叔太了解多米尼克的脾气 于是利用断腿的事激怒他去干掉小情人 这样一来他犯了罪就回来寻求保护 顺便再用母亲的安危做要挟 就能让多米尼克服服帖帖地去色诱那位高官 为了自己和母亲的将来 多米尼克只能硬着头皮来到酒店 他换上凸显身材的长裙 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 同时也吸引来了那位高官 在一段花言巧语过后 两人一同来到房间中 饥渴难耐的男人根本没有任何温柔可言 粗鲁的行为让多米尼克惊慌不已 就在这时一根铁丝牢牢勒住男人脖子 在无声间便将其杀死 叔叔担心他穿帮 并没有提前告诉他这是暗杀行动 特工带着他回到了基地 长官看着惊慌失措的多米尼克询问其身份 在得知叔叔将自己的侄女拿来利用后 不由地感叹了一句真可事 过了不久叔叔来到他面前 既然他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就必须加入这个组织成为特工 给国家效力 临走前母女二人见了最后一面 母亲很了解叔叔的办事风格 提醒女儿切记要留个心眼 多米尼克听后 心中也开始筹划 如何才能逃离叔叔和特工组织的掌控 在遥远偏僻的血缘中 住立着一座房子 这里便是他未来要特训的学校 教导员是一位面无表情的老太太 可她作为女人却处处为难女学员 教导员对女特工的要求 便是给所有男性目标满足需求 这种毫无道理的性别歧视 多米尼克不知忍受了多久 她在各方面的成绩相当优秀 领导也认为她是个特工的好苗子 可教导员却一次又一次地 让她成为男人身下的发泄工具 她本以为多米尼克会一直拒绝 可没成想这次 她直接当着众人的面脱去衣服 想要主动满足这个 曾经想强暴自己的男人 如果你以为她这么做是放弃了 那就天真了 她知道眼前的男人 并不是想强暴自己 而是喜欢掌握主导权的感觉 结果还真如她所料 在自己变为主动方后 男人便提不起任何兴趣 穿好裤子灰溜溜地离开了 这一幕被监控室的领导看在眼里 虽然她没有听从教导员的安排 却被领导破格批准毕业 另一边几个月前的晚上 美国特工内特正急匆匆地 跑向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原来她在和美国安插在 俄罗斯的间谍交接情报时 被当地缉毒警务认为是在做毒品交易 为了掩护间谍身份 她向着警察开枪吸引火力 勉强跑到这里才捡回了一条命 不过由于她的过激行为 美国只能将她调离 这样才能避避风头 免得安插的间谍身份暴露 毕业后的多米尼克被叔叔叫到了餐厅中 安排了她的第一次任务 俄国在内特的事情上 已经察觉到了内部存在间谍的苗头 而就在几天前 内特出现在了布达佩斯 这次的任务目标便是让她接近内特 从她口中问出间谍的身份 而且还叮嘱她必要时可以献出身体 多米尼克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只能接受了任务 组织给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和护照 动身前往布达佩斯 根据情报显示内特也是个老色鬼 经常和女孩子约会 并且每天都要去游泳馆 于是多米尼克染了金黄的头发 换上性感泳衣 用她那傲人的身材 仅仅是一个擦身而过 就迷得内特神魂颠倒 等她走出游泳馆 内特早就在门口恭候多时 可内特早就从气质和举止 看出多米尼克和其他人不同 并且调查出了她是俄罗斯人的身份 秉承着看破不说破的原则 内特暂时放走了她 随后将一切资料查了个底朝天交给了上司 此时的内特还以为自己技高一筹 看穿了多米尼克的演技 可这些其实都是对方的故意之举 首先多米尼克在去游泳馆之前 就已经接近过内特 在她的事业中出现过 其次组织上虽然给了她新的名字 但她在来到布达佩斯后 一直在沿用多米尼克的本地 这才给了内特可以查到自己的机会 那她为何会这样做呢 多米尼克找到布达佩斯的组织领导 由于她告诉内特说 自己是俄罗斯派来的外交翻译官 所以马上进行的外交大会 自己必须出现在会场 可这个领导却说 想让自己帮忙就先献出身体 在这些高官眼里 女特工的职责就是取悦男人开心 在外交大会上 她看到和自己住在一起的同事 和美国官员关系暧昧 趁着对方还没回家 她偷偷潜入气房间 发现了诸多的证据 此时的她心生一计 这是一个让室友给自己当垫脚石的机会 她先是跟踪之前调戏自己的领导 来到酒吧后设下圈套诱惑对方 虽然自己也挨了一拳 不过成功利用违宪女性的罪名 让其被当地警方带走 这样一来 她便可以越级和叔叔直接对接 紧接着她一路跟踪内特来到家中 装作自己被欺负的样子诉苦 用一个吻就知道了 当晚内特和对接人在公园发生的事情 过了一晚后 她又趁着内特不在家 偷偷潜入气房间 拿走了一个保留着内特指纹的杯子 果不其然领导被抓后 叔叔真的出现在家中等待她的汇报 多米尼克说出了在室友房间发现的一切 特工组织的规矩就是干了什么都要如实汇报 和室友勾搭美国官员的行为 叔叔并不知情 很明显她坏了组织的规矩 屋里的室友偷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在叔叔走后拿枪威胁 认为多米尼克是想毁了自己 此时多米尼克却说 想要收买美国官员肯定需要一大笔钱 自己在利用和叔叔的这层关系帮他拿到了钱 眼看自己的计划有了希望 室友便没做什么过激的举动 结果等到第二天回家后 室友就已经惨死在了浴室里 杀手并没有离开 而是将多米尼克按在尸体旁 告诫他组织的规矩就是铁律 如果触犯下场就是如此 多米尼克报了警 在警局做了笔录 消息灵通的内特第一时间便等候在警局门口 通过在俄罗斯的内应 内特早就得知了他是特工的消息 眼看事已至此 多米尼克也开诚布公地交代了一切 他原本的计划是完成组织上的任务 可在那一晚 他得知内特在公园开枪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内应后 想法有了转变 在他的国家特工组织都是冷血无情的 女特工的首要职责就是赔睡 自己的叔叔为了任务不惜搭上职女 而在内特的国家 他看到的是有情有义相互照应 这才是同事之间该有的样子 所以他想投靠美国寻求庇护 因为是自己主动归顺的 所以美国这边的测谎实验很顺利的就通过了 多米尼克淡定的和负责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首先他会提供一个重要情报 不过需要美方给自己的账户转一笔钱 在场的领导都笑了 刚加入就想抢钱了 可当他们听到情报是美国官员想要出卖导弹系统信息后 果断觉得这钱花得真值了 在事有死后 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和叔叔 这样做不仅可以给美方一份大礼 还能陷害叔叔 因为这个银行账户是前两天他利用亲属关系给叔叔办的新账户 他早就想给这个将自己推入火海的人一点教训了 此时的多米尼克算得上是双面间谍 他与俄罗斯组织沟通后 在酒店和美国高官达成了交易 随后他以检查磁盘为由来到一旁的房间中 利用美国组织早就布置好的桌板下方的机关 将磁盘都换成了空盘 帮美方保住了信息 可就在一切顺利美国高官想要离开酒店时 反侦查能力让他发现了周围监视自己的便衣警察 他将钱扔进垃圾桶就准备逃跑 可惊慌中却被卡车当场撞死 这一幕被酒店中负责观察的俄罗斯特工看在眼里 他立刻向上级汇报 与此同时负责带多米尼克运送磁盘的领导也接到了电话 他们直接更改了行程 准备即刻飞回莫斯科 美国官员死后 内特担心多米尼克的安危 便一路跟着来到机场 刚准备救援就看到对方给了一个不要过来的信号 看来他已经另有打算了 多米尼克被带到了组织内部进行审问 为了让其说出实情 叔叔就这么看着自己的侄女被实行了各种严刑拷打 可不论他们怎么暴力审讯 多米尼克的回答始终如一 自己没有背叛 最终叔叔来到他跟前 想用亲情来感化他 多米尼克也顺势而为 眼含热泪地表示 自己向美国透露信息 与内特亲密的接触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只有在获取对方足够的信任之后 才能揪出来内部的卧底 看着那真诚的眼神 叔叔也选择暂时相信他 将其放回了布达佩斯 重新回到内特身边 多米尼克想起了那天他前来解救自己的画面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急速升温 在一顿翻云覆雨之后 多米尼克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床上的内特不见了 当他推开客厅大门时 发现组织上的杀手来了 杀手拿出一个包脾气的刑具 能够将人的皮肤一层一层地包下来 起初多米尼克只能看着心爱之人在眼前苦苦哀嚎 为了让杀手掉以轻心 他还提出亲自动手 终于在杀手放松警惕转头时 他将刑具重重地敲在对方脑袋上 随后用小刀将绑住内特手脚的绳子割断 缓过神来的杀手对着多米尼克就是一顿攻击 在他们的通力配合下 杀手的脚筋被砍断 多米尼克抓准机会 骑在他的身上一刀刺入脖子解决了对方 医院中养伤的多米尼克静静地看着窗外 此时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找到了他 还记得之前骂叔叔恶心的那个老人吗 没错他就是那名潜伏的间谍 杀手是他派来的 多米尼克的行为已经明确了立场 他也决定向其亮明自己的身份 老人给了他两条出路 第一条路是直接向俄罗斯情报部门检举自己 第二条路则是陷害叔叔成为间谍 没过多久 多米尼克来到布达佩斯的俄国大使馆 通过电话的形式 直接联系上了俄罗斯的情报局长 他为了这一刻费尽心思的筹划 而之前那个含有内特指纹的杯子 他早在之前与叔叔碰面时就藏在了屋里 他向美方要的那笔钱 也成功汇到了叔叔的海外账户 这两个证据在冷血的俄罗斯情报局 足以将其定义为叛徒 深夜两国通过交涉后决定交换人质 美国这边为了把戏眼到底 对外声称控制了多米尼克这名间谍 在做人质交换时 内特也确认了叔叔就是间谍 这样就能让多米尼克成为俄罗斯的英雄 获得国家的信任 继续潜伏在内部 随着一声枪响 子弹贯穿叔叔的脑袋 俄罗斯擅自处决了这名叛徒 但美方这边并没有还击 而是静静地看着多米尼克被带走 最终他成为了情报局新的领导 接替了之前那位间谍老人的职务 当他再次回到剧院时 看着那熟悉的舞台 回顾这一年多的变故感慨万千 而那个帮助他一步步逃离深渊的男人 也以对接人的身份继续陪伴在他身边